那要怎麼樣完成這一個這個這個部分 所以第一個請各位先把那個右邊的部分先把它清空 它的邏輯基本上就是把這邊的這個入職時間有沒有搬到這邊來 這個流洋河搬到這邊來 公號搬到這邊來 內部號碼搬過來 所以第一步你要先資料搬過去 第二步再把前面的欄位名稱加冒號 這邊有欄位名稱加冒號 要把它去掉 那就完成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基本上有點像 本來是縱向改成橫向四個 OK 當然這個如果會用方法的話 就不需要塗髮鏈 那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刪掉之後 那入職時間怎麼搬過來 當然我們提示 可以不能 V2函數一定不行 因為V2函數一定要入職 你要找什麼 找 很難找 找上面的東西嗎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能就只能用了 檢視與參照裡面的Index OK Index 所以這邊都要找Index 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直接按確定好了 它裡面引述有兩種 那首先第一個 其實Index呢 它就是提供給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請問你要找的範圍在哪裡 OK 所以Index其實也是 從某個範圍裡面 把這個範圍裡面的列跟欄給它 它就幫你把你要的資料帶過來了 所以呢 Array的話指的是 B2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Ctrl Shift向下 B2先選 然後Ctrl Shift向下 第二的話呢 就是Row number Row number 那請問一下 你要這個範圍的哪一列啊 這個範圍的哪一列啊 那我要的是第一列 OK 那他會問你說 第三個問題說 那你要的是這個範圍的哪一欄啊 基本上這個範圍就一欄 所以一定是只有1 那也就是說 特別注意喔 這個Index裡面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跟第三個參數是固定的 有沒有 範圍指的是B2到B33 等一下會向右向下 所以你可能要按F4把它鎖起來 然後呢 Row number Color number的話一定是1 那Row number的話呢 它會是什麼呢 這個特別注意喔 現在這一個儲存格 是抓這個範圍的第一列 下一個是第二列 再下一個是第三列 第四列有沒有 那就是1234變成在這邊 1234 那因為只有四個欄位有沒有 所以再來就是 5678 特別注意喔 它會是一個順序喔 所以呢我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表格 1234 5678 一直到32 有沒有 1234 5678 一直到 30 31 應該是 29 30 32 有沒有 把這個表格 先建好之後 那我就可以把那個表格裡面 產生的那個公式有沒有 放到Row number裡面去 那我就自然可以把我要的 這個順序裡面的資料 幫我帶過來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啦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要怎麼樣產生 剛好這個表格裡面 1到32 所以 你可以參考那個 我們 在獎益裡面 123喔 這裡喔 其實就是要 第一步喔 先利用那個什麼 Column跟Row函數 幫我產生一個 1234 其實它應該到32才對啦 這邊 那我只是適宜喔 大概就是 幫我把這個表格做出來 可是這個表格要怎麼做呢 特別重要 第一個喔 我們如果用Column 先來做的話 那我先用Column函數 你會發現它現在 參照到的是第四欄 可是我要1開始的話 我可以怎麼樣 減掉多少 減掉3 欸打個勾 那你會發現喔 現在1234就出來了 那向下的話呢 還是1234 因為呢 Column只會管 你現在在哪一欄 不會管列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1234對不對 那下一個列 它就加 欸其實相差多少 1 下一個應該多少 應該5吧 相差4的一倍嘛 再來就是什麼 9嘛 就再加8嘛 4的兩倍 所以你會發現喔 你向下一列的話 就是4的一倍 向下一個就是4的兩倍 4的三倍 欸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幾欄喔 就是 就是 假設是4欄 就是4嘛 那我如果希望 讓它往下 能夠自動增加幾倍的話 那我可以這樣做喔 可以加上多少 Raw OK 這邊的話我用Raw 欸因為Raw的話 向下 它只要向下一個 它就加1 向下一個就加1 那我這邊可以這樣 先把那個Raw先歸零 因為我目前的這一列 我不要加4的倍數 我下一列才要加4的一倍 4的兩倍 所以先把它歸零 現在是多少 第幾列呢 第二列對不對 說把這個Raw 它先抓到2把它剪掉 然後呢先刮斧起來 意思就是說 我先把它歸零 目前的話零 後面乘上多少呢 乘上4就好 OK 為什麼乘上4呢 4的一倍嘛 如果我說現在 第二列 減掉2的話 那現在等於0 0乘上4還是0 可是我下一個的話 如果下一列的話 那它就是第三列嘛 三列減掉2 那就1嘛 1乘上4 不是要剛好加1倍 4的一倍 那再往下一列 剛好4減掉2 不是要兩倍吧 一推一推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用這個方法把它打勾 向右 還是1到4 向下呢 有沒有增加到32呢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有沒有 這個表格神奇的就 自動產生一個 位置的對照的一個表格出現 應該可以看同意思吧 這很重要喔 因為以後如果你產生不了這東西的話 那你index就自然抓不到你要的資料啦 OK 所以第一步呢 請各位喔 試一下 把這個喔 column 特別說我是分兩階段喔 第一階段什麼 先column 第二階段呢 才是 要加上4的幾倍 所以這樣敘述喔 加上4 你可以試寫在斜面也可以啦 4乘上什麼 幾倍嘛 那我現在這一個列 不要喔 不要的話就把它剪掉 剪 歸零嘛 加上第二嘛 所以剪掉2 記得喔 這邊記得要把它 先刮扶起來 4乘上幾倍啦 你前後這個顛倒沒有關係喔 然後打個勾 然後向右 向下 1到32就出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好OK 那我們這個表格做完之後呢 下一步喔 就很簡單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把這個公司做完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 把它剪下來 放到哪裡呢 放到剛剛的index裡面 所以最近使用過index 範圍一樣是這個 B2 Ctrl Shift向下 然後呢 把這個範圍先鎖起來 F4 因為等一下會向右向下 所以位置不能變喔 然後把剛剛的公司貼上來 貼上來 貼到哪裡呢 貼到Raw Lumber 有沒有 貼到Raw Lumber 因為我Raw Lumber就是 1 2 3 4 5 6 7 8 剛好 對不對 那哪一籃呢 我的來源就是一籃 只有一籃 所以一定是1 好 這樣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按個確定喔 向右 向下 籃寬不足 把這四籃選起來 再其中一籃點兩下 有沒有 做完了 可以看同意思啦 只是說你可能要分兩階段 第一個是1到32 把1到32的那個位置 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Index的 中間這個 中間這裡 OK 就大功告成了 試一下好了 請各位先試一下 但是這樣還沒完成喔 因為現在怎麼樣 還有插那個 前面還有欄位名稱加冒號 所以要怎麼樣把 欄位名稱加冒號去掉最快 你不能說你只會做一半 對 其他的用手動的嗎 直接在手動刪除嗎 當然不是喔 最好是會 所以這種東西 真的 最好是 通通都可以 懂的話 你可以很快 一次就可以把它做完 試一下 請各位先把那個剛剛喔 第一個是Current跟Row 第二個就是把Current跟Row 放在Index裡面 好